一位诊所护理师的小孩因为一则网络疯传的讯息 被幼儿园的家长要求不准上学 市府卫生局再次澄清 案67是在确诊前到诊所就诊 但是经过筛检分流并没有进入诊所 对幼儿园家长近乎霸凌的行为 市府相关单位将协助化解 这家诊所日前接获一名有土耳其旅游室的男子前来求医 但在发烧筛检上分流时就被挡下来 没有进入诊所看诊 之后才转到大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案67 就防疫的专业来讲的话 这家诊所基本上是没有接受到 这个确诊个案的这个近距离接触 所以在防疫的工作上面是不被影响的 不过网路却疯传 案67曾经去过这家诊所 导致诊所被污名化而暂时停诊 甚至诊所护理师的小孩 也被幼儿园的家长要求不准上学 市府卫生局对这样的行为予以谴责 这样子的只需乌有的一些指控 基本上我们家长 我们当事人这边完全可以不用去理会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 也可以透过我们教育体系这一部分 去申诉这样的事情 严格来讲这是一个霸凌的事件 市府卫生局再次强调 网路上有许多讯息 不应未加确认就自行散播 如此有损医护人员的防疫信心 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幸认感 那在里面没有专业 只有恐慌跟人性 这个是我们要呼吁民众 要特别特别 在这个时候要冷静下来 那一切都要以中央流行疫营指挥中心 以及我们官方这一部分 发布的讯息为止 针对这则网路讯息 市府卫生局 江郊游检调侦办 也呼吁不要转传不实谣言 造成社会恐慌 记者张盛民 赖昌邦 高雄报道